雷虎库拉是保理人最重要的观光风景区 探区的生态主观可以说是非常丰富 为了要进一步牵涉地区的生态主观现况 所以探区业者就感直接得救生物重心来合作 等于雷虎库拉最终生态的调查行业 曹博发言说雷虎库拉里面 现有的本土丶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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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佑上官单位到的中心 我们主要想了解有哪些生物分布在这边 他们的群聚主层是怎么样 哪些是优势与种 又哪些是本土的物种 还有哪些是外来的物种 那目前的生态环境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那未来根据这些资料 我们就可以来拟定一些相关的生态教育的一些政策 跟生态保育措施 因为我们的水质现在目前都是优氧化的情况 那我们是希望可以改善这个水质 让这个水质不要过度的优氧 那再来就是外来种的鱼种 我们开始来研究如何呢 把这个外来种的鱼种做一个清除 那留下我们本土的台湾特有种 建立这个铝毯的生态资料库 打造属于铝毯的图鉴 让这里的生态呢 可以就是更丰富 那也可以做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场地 红魔鬼 红魔鬼吗 很生猛啊 这边抓类似一些小鱼的 这对本土生态它影响非常严重 抓到本土很少 大部分都是一些宗教团体在放啊 大头链 还有那个无垢鱼 还有一些乌鱼 这两天这样抓外来鱼种多不多 几乎大部分都是外来种 有条件结果可以证明 外来鱼种已经专民共浅雷虎辣了 本土鱼种已经用没成准空间 对雷虎困难的生态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当外来种的势力越来越庞大 竹群量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会不但会捕食我们本土的性的 本土鱼类 而且会跟我们本土鱼类 产生那个食物上的竞争 会压缩我们本土鱼类的生存空间 所以应该透过人为的方式 有效的把外来种的数量把它减少 希望针对这鱼毯 目前水庫有分布了这些原生鱼种 我们想办法来进行一些富裕 尽量再把主持人增加 得雇生无中心表示 雷虎困难本来就有 淡水严重优异化的问题 水调生态如今是警察令人烦恼 相关调查资料整理以后 将提供给管理单位 和坚固的业者参考 未来也会提供改善方法 希望雷虎困难的生态状况 相关单位会当中心 逐步推动改善结果 继续王家省彩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